那这三组案例呢 我发现很多这个怎么说呢 不容易发现的脑肿瘤 他平时可能都没注意啊 其实呢都有他们独特的早期症状 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你看这三个主人公啊 比如像头晕头痛 呕吐 感觉眼睛就有震颤的感觉 还有还有什么呢 这个感觉肢体感觉受限 视野受限等等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细节可能不是特别在意 现在回想起来 这都是前兆啊 对吧 日常生活中发现哪些情况 要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我们怎么样来排查 才能事半功倍呢 这一点请李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般呢脑瘤的这个 它有共性 还有个性 什么叫共性呢 因为脑肿瘤最后的结果 因为肿瘤在不断地长大 长大之后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那个 颅腔的一个容积的一个压力 因为颅腔是固定的 你比如说这样一个水杯似的 你这个水杯是固定的 就能称500毫升的水 当你再加一个 再加一滴水的时候 可能水会就冒出来了 对 颅腔也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肿瘤很小的时候 颅腔的压力可能会带长 当那肿瘤逐步长大的时候 颅腔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就产生一个 脑瘤的一个共性 叫颅内压增高的症状 也就是刚才您说的 头上的去体检 发现问题的话早治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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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